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他的爸爸乔则是个软弱无能的小职员 面对上司毕夫的欺负总是忍气吞声 马蒂还有个酗酒的妈妈和像废柴一样的哥哥姐姐 一家人过着普通平淡的生活 布朗博士是马蒂的望年娇 他总是喜欢折腾些奇奇怪怪的发明 一天博士告诉马蒂 他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时光机 时光机使用金属布元素发生核子反应 依次产生强大的电能来发动汽车 只要汽车时速达到了88英里就可以穿越时空 并用狗狗成功完成了穿越实验 可金属布是博士从恐怖分子那里骗来的 结果恐怖分子坠来敲杀了博士 马蒂情急之下乘坐时光机穿越到了30年前 他慌张地想要回到未来 可惜电力不足 马蒂决定向30年前的布朗博士求救 随后他来到了镇上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马蒂都懵逼了 接着他又来到了一家咖啡馆 机智地从电话本上找到了博士的地址 准备去寻找博士 这时毕夫闯进了咖啡店 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作业还没写好 马蒂一头雾水 然后毕夫走向了他的旁边 马蒂意外地发现 旁边那个人竟然是自己30年前的爸爸 马蒂再次见证了爸爸被欺负的场景 而马蒂也发现 咖啡馆里那个热心的黑人服务员 竟然是30年后的市长 马蒂无心地说了一句 你以后会当上市长的 这句话点醒了那个黑人服务员 他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接着乔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咖啡店 马蒂追了出去 当他好不容易追上乔时 居然发现乔正趴在树上偷看女孩换衣服 但看得太忘我 一不小心掉了下来 这时一辆车开了过来 马蒂为了救乔被车撞倒 而这个撞他的人真是自己的祖父 马蒂醒来发现 自己年轻的妈妈罗莲一脸娇羞地站在旁边 面对罗莲的主动示好 马蒂吓得从床上跌了下去 随后马蒂便匆匆离开了罗莲的家 去寻找博士 终于马蒂来到了博士的家 在解释了一番来龙去脉之后 博士相信了马蒂的话 他决定帮助马蒂回到未来 但悲催的是 这个时代没有不元素 没法产生一兆以上的电力来启动时光机 而且祸不单行 马蒂惊讶地发现 照片上自己的哥哥消失了一半 博士告诉马蒂 因为他救了本该被撞的桥 阻止了自己爸妈的相遇 改变了未来 因此马蒂他们都将消失 唯一能阻止悲剧发生的方式 就是让马蒂的爸妈重新认识 坠入爱河 于是马蒂为了拯救自己 假扮成了学生 找到了桥 他介绍桥和罗莲认识 但因为撞车事件 罗莲被马蒂迷住了 完全无视桥 接着马蒂有怂恿 正在学校食堂写小说的桥 向罗莲表白 并忽悠桥说 其实罗莲喜欢的是你 可这话说出来 别说桥不信 马蒂自己也不信 此时 毕夫来了 他开始调戏罗莲 罗莲十分害怕 却又挣脱不开 马蒂让桥上去英雄救美 可懦弱的桥不敢上前 马蒂只能被迫英雄救母 虽然有美女爱上自己是好事 但当这个美女是自己未来的妈时 感觉就不美好了 眼看着照片上的哥哥姐姐 都快消失干净 终于 马蒂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告诉桥 他会在学校机箱举办的舞会上 假装欺负罗莲 桥到时便来个英雄救美 而与此同时 博士从马蒂带回来的旧报纸上得知 教堂钟楼会在舞会当晚十点被雷劈中 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一道闪电带来的电量足够马蒂回到未来 很快就来到了舞会当晚 博士和马蒂安装好彩电设备后 马蒂偷偷塞了一封信给博士 信中告诉了博士如何避免30年后死于枪击 然后马蒂便载着罗莲赶往了舞会现场 正当马蒂准备实施计划时 罗莲却却主动扑向了马蒂 这让马蒂食料未及 而罗莲在吻完马蒂后表示 感觉好怪就像在吻自己的亲人一样 这时毕夫再次出现 他命令手下把马蒂锁进了后备箱 然后便开始欺负罗莲 而乔却不知马蒂出了岔子 准备按计划英雄救美 但突然发现这人竟是毕夫 一下就怂了 而罗莲的呼救又让他重新燃起了勇气 暴打了毕夫一顿 成功地上演了一出真正的英雄救美 另一边被锁进后备箱的马蒂也被人救起 可救他的乐队吉他手却受伤了 无法继续演奏 舞会可能要泡汤 这就意味着父母不能在舞池中接吻并相爱 被逼疯的马蒂自己充当起了吉他手 给这个年代带来了劲爆的摇滚乐 而乔和罗莲也在舞池中稳住了彼此 坠入了爱河 事情终于回到了正轨 圆满完成任务的马蒂匆匆赶往钟楼 在和博士告别后 他准备回到未来 这时博士却发现了那封信 他不想影响未来 于是便撕掉了那封信 马蒂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在车上马蒂灵机一动 他把时间往前调了十分钟 想拯救博士 在雷电的帮助下 马蒂回到了未来 然而发动机起火 再一次让他眼睁睁地看着博士被枪击 正当他痛心疾首之时 博士醒了 原来他沾好了马蒂留给他的那封信 在今天穿上了防弹衣 事情到此圆满解决 马蒂回到了家 但他发现一切竟然都变了样 父亲成了著名的小说家 母亲也不再酗酒 他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而B4则成了擦车工 正当马蒂打算和女朋友 Jennifer一起开车兜风时 他们见到了从未来返回的博士 博士告诉马蒂和Jennifer 他俩的孩子出了问题 快跟他去未来 然后他随便捡了些垃圾 扔进了汽车的燃料箱 在三人成功挤进汽车后 博士发动了汽车 汽车一下子腾空而起 三人一起飞向了未来